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五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候選人 賀一城8月13日早上落區與街坊交流 途徑右巷第八街走到街市熟食中心 吸引大批市民圍觀 落區完成後賀一城接受傳媒訪問時 認為北區人口不應該再增加 將來也不打算在這裏繼續興建公屋 這區不適宜再增加人口 因為這區來說 全世界都算是人口比例密度最高的區 這區不應該再有公屋房屋 這區我經常以都市更新的意思 原來有多少面積 是否寬鬆少少也好 但人口一定是不能再增加 這區不應該再增加人口 因為這區的人口真的太高 另外亦有談及都市更新問題 可一城表示這件事一直是政府上做的 但以前土地缺乏難以進行 現在擁有田海用地 相信可以大有進展 有傳媒問到都市更新是否他施政時的第一要點 可一城表示他的施政重點應該是公共行政改革 都更是民生政策的第一要點 我想優先那裡我已經派了 我們都是政府自身的整頓是優先的 這是優化民生裡面的一個重要的項目 是一項目的 不可以說只是為了都市更新 但是第一項目 我們要做好我們自己本身政府的改革等等 你才可以很多事情才會順 OVER 在這裡 立場 有些改革 自己的改革 是 1974 學生 那個 看起來 是